好了,这一副是讲科技的 首先要讲这个全球分销系统 全名英文叫做GDS 系统来讲,就航空公司、酒店、旅行团、中纪构、租车、或者是邮轮 所有订购就会透过这个系统可以订到全球不同的行业 有四个名字 Armadius、Galileo、Sarbridge、Rosebank 这四个就是全球分销系统的其中四个最主要的系统 这个系统刚刚讲过,它是包了订酒店的 那酒店来讲呢,就用这个 酒店资产管理系统 好,那讲回这个系统了,全球分销系统 一定要有这个互联网去做一个很大的数据库 有了不同行业会卖的产品 另外一个数据库就是,那些顾客帮衬过 有个顾客资料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顾客的喜好和特点 就是买和卖都会方便到的 这个系统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很快地去更新 拿最新的旅游讯息放在这个全球分销系统里面 例如个飞机票,随着那个需求,如果是卖了的 那只剩下几张,就会加价了 酒店,之前教过最后一刻订房 那些酒店房间,它是租不完 就立即快点减价,那时候就可以在后统里面更新了 这个系统第三个好处,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 预订和确认他们所需要的旅游物品 好处四,这个系统一次过有云这么多的机票 啊,酒店啊,中介旅行社 因此,在运作方面旅行社就可以提高效率 然后呢,通过网上预订,可以二十四小时 自动化去帮你去订酒店啊,订机票啊,完全自动化 啊,好处就是什么呢?减低人手啊 是不是可以很短时间之内呢? 是处理大量的交易,可以多元化做到啦 那甚至呢,系统呢,可以做一个热线的订位系统 去帮你去做这个订位的 好,使用科技对企业的好处 好处一,整合分散的旅游产品呢 即是酒店、航空公司、邮轮,是不是? 可以呢,一站式的资料在网站里面 也就是说呢,可以减低个人手和个成本 是不是减少这个工作重复呢? 好处二,透过这个系统就能够促销到旅游产品呢? 那为什么会呢?因为它有大量提供一些最新的资料呢? 是吧?去吸引客人去光顾它呢? 好处四,这个系统里面有个资料库的,市场数据库 公司能够明白到顾客的需要 可以做一些规划和营销 最后好处,透过电脑一次过去整理那些不同的产品呢? 就可以有效做这个营收管理 就是说那个收支,那个状况,卖东西的情况 完全知道了,方便企业做回适当的政策的调整 全球分销系统,对于这个消费者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第一,好处一,方便,节省时间呢? 只要在家中就能够订到酒店、机票呢? 不用周路顿,省回家门费和时间 好处二,例如在公司里面呢? 有些自动化的旅客登记系统 就可以拿个护照去搜索,就可以拿到登记证了 那就比较方便快捷了 第三,服务效率会上升的 有些资讯科技,例如在机场里面呢? 有些资讯服务站 有机场里面不同的资讯和航班资料 第二,有些触摸式荧幕的资料中心呢? 就是你去到荧光幕,不需要打字的 按到荧幕的资料就会显示你相关的资料 方便你去解释你的问题 谢谢